张婷玉曾有一句名言,城满意为灾,千冲横受福。 说的是盛气凌人,骄傲自满的人容易发生灾祸,而谦虚的人会恒久地受到浮刺,水深不语,人稳不严,越成熟的人越谦虚。 从古至今,越有本事的人,行事作风越低调,玉士往往会靠边站,不让自己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。 靠边站是处世智慧,更是生存法则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肖默国学,点个订阅不迷路,带你领略更多的国学智慧,保持谦逊,不朽优越。 魏征曾说,念高威,则思千冲而刺目,俱满淫,则思江海向百川。 这句话告诉我们,即使身处高威,也要懂得谦卑之道,拥有卓越成就,更要懂得尊重他人。 程燕秋当初拜梅兰芳为师的时候,尚未成名。 以此,梅兰芳与程燕秋同在上海演出,两人演出的地点不同,原是互不影响的。 但为了让新人程燕秋有更大的发挥舞台,梅兰芳主动做了两件事。 第一,每天都会询问程燕秋当天的演出节目,如发现自己的演出和程燕秋相冲突,就立马更换,这是为了避免表演的同质化。 影响观看程燕秋表演的观众人数。 第二,主动调整自己的演出票价,使自己的票价在程燕秋之下,以提高程燕秋的观众上座率。 那一段时间,上海热闹非凡,两人所在的剧院每晚都人山人海。 观众们都为两位大师精彩绝伦的演出惊叹,同时,更为梅兰芳的诗德和细德拍手较好。 梅兰芳的成人之美,不仅让师徒二人的关系更上一层楼,更是无形中成就了自己的好口碑。 菜根盘里记载,地低成海,人低成亡,胜者无名,大者无形。 有能力,有本事的人,从不给予展示自己的才华。 经过生活的历练,他们更懂收敛的可贵,明白进退的尺度。 他们有着润物系无声的气度,懂得将优越感留给他人。 保持平和,不与人变。 庄子,有言。 井蛙不可与海,下虫不可与兵,凡夫不可与岛。 面对和自己思想境界,眼界层次都不同的人,不需要说服,更无需教训。 某天,季献林和朋友在餐馆吃饭,隔壁坐着一对母子。 因为母亲需要上洗手间,便将孩子独自留在了座位上。 孩子因调皮好动,一不小心就从椅子摔落到地板,痛得哇哇大哭。 季献林健壮,马上过去扶起孩子,关心地询问他是否受伤。 此刻,孩子的母亲从远处看到这一幕,便认为是季老欺负他的孩子。 在愤怒的驱使下,他不分清红皂白,就把季老训斥了一顿,并持续在饭店内大吵大闹,甚至表示自己的孩子受了伤,要去医院检查,需要季老赔偿医药费。 季老面对这样的无理取闹,自始至终都没有回应,而是默默回到自己的座位上,继续吃饭。 朋友问季献林,为什么被别人误会? 你却默不作声。 季献林笑着回答,跟一个开口只会骂人的人讲道理,只会带来无休止的纠缠,这难道不是自寻烦恼吗? 争吵,需要付出时间和心力,会对能量造成极大的消耗。 睿智的人,以不争为争,看起来输了面子,实则赢得了内心的平和。 正如《道德经》中所说,以其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 不争,并不是理亏,而是一种宽容,不变,也不是懦弱,而是一种格局。 真正厉害的人,都懂得不变自明,保持敬畏,懂得示弱,古于有言,目秀于林。 风必催之,堆出于岸,流必湍之,行高于人,重必非至。 树木长得过于突出,很容易被风摧毁,人过于出众,少不了受人非议。 懂得隐藏锋芒,韬光养晦,反而更能轻松成事。 新学大师王阳明,除了是一位清醒独立的思想家,更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军事家。 他是历史上已若胜强的代表人物,还将屡战屡胜的技巧写进了自己的兵法中。 这就是著名的示弱四角,假装逃跑,洋装战败,隐藏技能,以及假装求和。 当遇到强大的对手时,如果盲目正面交锋,反而会置自己于不利的地位。 聪明的人都不会轻举妄动,而是审时夺势,通过退让或示弱,促使敌人掉以轻心,已将其一举攻下。 当初王阳明在福建平定叛乱时,为右使叛军进攻,主动撤防,并且表现得慌乱紧张。 叛军误以为掌握了王阳明的弱点,于是毫无防备地出兵攻打。 等到叛军直击福建府城时,折服已久的王阳明立马带兵迎战,最终粉碎了叛军。 王阳明深谙作战之道,巧用示弱,积蓄兵力,以更省时省力的方式赢得了战争的胜利。 很喜欢这八个字,大勇若窃,大之若愚。 成大使者,往往懂得以卓胜巧,以退为进。 他们跳出自我的思维局限,将视野放眼未来,明白一时的退让是为了赢得更长远的胜利。 事实示弱,是强者的处世之道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一起阅读国学经典,品味人生百态。 懂得保持分寸感,这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,所以自然不会存在两个一样的人。 不论两人长得多像,只要从他们的性格,心里,心境去加以考察,就会发现其中大有不同之处。 两个性格不同,心境相差的人,走在一起交流,相处,就一定会产生一些非共鸣的话题,以及相悖的插曲。 因此,生活的复杂,以及人心的多变,就体现在这里。 由此可见,一个人学会靠边站,就是要让自己懂得面对别人跟自己不一样的看法,意见和判断时,不要一味地顶撞和打压。 站在一旁,靠在一边,做个合格的聆听者,不议论,不评价,不激动,减少争执,避免摩擦。 就像杨将先生,跟钱忠书几十年如一日的和睦相处一般,谁也不挤对谁。 谁也不打搅谁,更是谁也不会瞧不起谁,谁也不会不尊重谁。 当一个人足够懂事,成熟,自然会懂得适度地靠边站,就是让自己保持分寸感,给彼此一个必要的空间。 人的生存,成长,都需要一个过程,也需要空间。 哪怕一时误入歧途,也需要时间和思考,来做出修复和弥补。 所以,让自己靠边站一回,就是再给对方一次,可以修复自己的缓冲空间,也是给自己一个可以反思的余地,这是一种慈悲。 人非胜闲,孰能无过。 这世间一切的对和错。 都有时间来滋生,所以保持一种适度的分寸感,就是要让一切都可以在适度的氛围里过渡。 古话说,凡事过则损,需把握分寸。 身以为然,就像三毛在朋友说的那般。 朋友在亲密,分寸不可施,自以为熟,结果反一生隔离。 做人啊,该靠边的时候,还是得醒目地靠边一下。 不管你自认为多么铁硬的关系,该让你靠边站的时候,你还真的要聪明地回避一下。 周国平先生说,分寸感是成熟的标志,人际交往要懂得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。 越满则亏,谁满则矣。 保持分寸感,适度靠边站,你会发现大家的关系走得更和谐,更长久。 沉默人,懂分寸,遇到问题,懂得靠边站,以一种旁观者的目光来审视问题本身,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奇效。 甘于不合群。 有的人合群,所以赚得盆满钵满,在各种圈子里游刃有余地混得风生水起。 而有的人不合群,虽然朋友没多少,圈子没几个,但心灵越来越富有,精神越来越饱满。 作家刘彤曾在书里感慨,曾迫切想与一个人好好聊聊。 不仅是寒暄,而是真正的交流。 却发现,共同的话题更换了无数遍,熟悉的人早已不再拥有曾经的情怀,我被无数个哦好吧打败。 其实,合群的人往往会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孤独感欲重,平日里奔波于维系各种各样的关系,也时常让自己觉得体力不支,身心憔悴。 最终,难免会心生退去之意,回归到心灵上的一亩三分地,采菊种茶,家里有花。 的确,人的底色便由孤独衬托,并且最终也只能孤独地走向寂灭的归宿。 可以说,一个人越是早一点认识孤独,接纳孤独,才能享受孤独,不再觉得孤独是一种恐惧,是一种负累。 另外,敢于孤独的前行,也敢于不合群的人,才能真正懂得靠边站的智慧。 毛母说,就算有五万人主张某件蠢事是对的,这件蠢事也不会因此就变成对的。 一个敢于靠边站的人,既拥有了眼界的格局,也有了敢于坚持自我的担当和清醒。 这些人,从不因为大部分人拥有了一致观点,就急忙地让自己掉头选择随波逐流,哪怕全世界都孤立自己。 自己也宁愿孤独地靠边,选择不合群地做那个最真实的自己。 庄子有言,独来独往,是为独有,独有之人,是为至贵。 真正高贵且清醒的人,不怕孤独,也不怕不合群,更不怕只有自己一人靠边站。 因为心底里的信念,以及对真理的忠诚,足以让他们对抗所有的污蔑,排斥,误解和打压。 鲁迅曾说,牛羊才成群结队,猛兽都是独行。 的确,一时的不合群,只会让自己一时孤独,可若是一直合群,只能一直孤独。 显然,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,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,也才能真正了解自己,认识自己,成全自己。 在喧嚣浮华的世间里,让自己主动成为一名过客,在路过人世间时,靠边站,不合群,孤独地走过去。 或许,这才是一个人最好的生活姿态吧。 欢迎订阅肖慕国学,一起阅读国学经典,品味人生百态。 文字幕志愿者 质疑国学 民族石安排 科医生百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